观众朋友可能还有印象 南美洲国家致力的滨海度假胜地 今年2月间爆发史上最猛烈的野火 夺走了137条人命 而当局在详细调查之后发现 竟然是有一名一销 为了想要成为正式的消防队员 就跟一名林务官员串谋纵火 这两个人现在已经被逮捕起诉 还要调查他们是否有其他共犯 或者涉及其他的纵火案 暗夜中野火狂烧 整片建筑陷入火海 这是智利中部滨海度假圣地瓦尔帕莱所 今年2月间爆发野火 将当地村庄移为平地的害人景象 当时外界以为这是声音现象所导致的天灾 但智利当局经调查后赫然发现 一名22岁的异消 和一位林务官员涉嫌纵火 已经将他们逮捕起诉 调查人员指出 这名遗消为了晋升为正式的消防员 和一位林务官员串谋 利用火势能迅速蔓延的天后条件 蓄意纵火 仅调在起火点找到汽油与石辣等证据 也在遗消家中发现相关证捕 这起智利史上最严重的野火事故 烧毁上万栋房屋 几近9000公顷的林地 并夺走137条人命 得知局内有内鬼 林务局主管不敢置信 而案情曝光后 受害灾民更是气愤难平 目前检方正在调查 证明遗消是否涉及其他纵火案 也不排除此案 有其他共犯 而消防员不救火 却涉嫌纵火 也让当地消防单位大感震惊 他们强调这是独立事件 消防队绝对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公事新闻在惠民编译 消防队绝对不允许